2014年12月28日 作将警方在一个水库打捞上来一个铁笼 这个水库比西湖大得多 水深百米 警方为了打捞这个铁笼 逐逐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还动用了水下机器人 和国内顶级的深水扫描设备 警方花了那么大的精力 就是为了寻找一个铁笼 这个铁笼尺寸为60x70x70厘米 里面没有什么宝贝 而是被硬塞进去一个身高1米8 体重200斤的成年男子 铁笼被打捞上来时 尸体已经在水里泡了28个月 死者如同婴儿一般 紧紧地蜷缩在笼子里 这个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被人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 时间回到2012年6月11日清晨 杭州下城武林派出所接到报警 一名男子说 自己的老板张某被人绑架了 他是内蒙古商人 前一天来到杭州健身一伙伴胡老板 之后张老板跟随胡老板离开杭州 到了晚上11点 胡老板打了电话 说是张老板欠了他5000万 让张老板家还钱赎人 于是张老板的妻子前后筹了620万 打入胡老板清洗的账户 张老板是内蒙人 在老家开大米加工厂 还有旅馆等多个产业 而胡某是温州人 说他是老板 其实就是个放高利贷的 很明显张老板可能是经营遇到困难 一时资金周转不开 才不得已借了胡某的高利贷 警方接到报警后 开始着手调查胡某 却发现他已经逃到泰国 直到2013年3月 警方才跨国逮捕了胡某 胡某若往后一口咬定 他和手下确实非法拘禁过张老板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就是想让张老板还钱 后来胡某和手下开车经过北山大桥时 就把张老板放了 只是想教训他一下 让他还钱 绝对不可能杀人 如果杀了张老板 他就永远要不到钱了 胡某的嘴很硬 一直不肯交代张某的去向 于是警方只好从他的手下入手 但是因为当时张某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所以胡某的手下还存有侥幸心理 也一口咬定 他们是在北山大桥放了张老板 警方认为必须找到张某的尸体 案件才能有所突破 于是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北山大桥附近的水库 打捞尸体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终于将张老板的尸体打了上岸 只见他被塞进一个狭窄的铁笼里 在水里泡了28个月 死状相当凄惨 尸体被找到后 这下案子的性质就变了 从经济纠纷升级为谋杀 胡某的手下开始慌了 他们纷纷开始改口 明明是为了讨债 胡老板为什么要杀人呢 杀了人还怎么要钱 原来他们在拘禁张老板后 就开始对他进行殴打虐待 张老板患有糖尿病 再加上被这伙人折磨 身体一下子扛不住 胡某一伙人看到张老板奄奄一息 不但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 反而想出了最狠毒的计划 他们开车路过北山大桥时 已经是午夜 胡某一伙人就这样把张老板 沉入水库 可见胡某一伙人不但非常的坏 还是一群草包 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最终等待胡某的肯定是死刑 最终到2016年12月13日 铁龙城市案的主犯胡某 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